很多家人们问我 我现在用的钱是哪里来的 我做了很多年的外贸 攒了一些钱 然后这几年不太好做 因为啥生意都离不开短视频 离不开直播 我相信大家亲眼见过的 小到一个吃饭的餐厅 大到一个国家的大型企业 甚至摆摊都能用到短视频宣传 我最早想着在网上发一些视频 也是这个目的 我想着涨一两万粉丝 看看能不能有客户咨询我 做多外贸业务啥的 如果还按照以前那种方式做生意 肯定不行了 当初我来巴基斯坦的时候 赶上发大水 那时候我去赛区捡东西 也是有为了试试 能不能涨粉的想法 我就实话实讲对吧 我没那么高尚兄弟们 咱不能去评判别人 咱就说说自己 而且我看视频上的评论 基本上也是正能量的回复 大家也都在说 这是一个好事 我心里不愧疚 虽然拍这些没有涨粉 但是我认识了大帅 如果他不来 我不可能想着租房子 不租房呢 警察也不会想让我配保安 那不配保安就认识不了大致 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事了 更没有这些粉丝 想想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还有大家都关心的 每个月开销问题 聊之前呢 我先说一说 我网上的收入 主要是之前接到的几个广告 我跟你们说 我是既兴奋又怂 兴奋的是因为 原来短视频 发一条广告能给这么多 就感觉这个钱来的太轻松了 怂的是我觉得 这些礼物啊 广告啊 这些钱都不是我自己的钱 我拍的是他吗 流量也是他吗 我用了我会心虚 所以就带他们各种吃吃喝喝 买东西 帮助帮助别人 我把这些钱都花出去了 反而觉得心里很舒坦 现在我每个月支出三到五万 但这是两码事 我分得很清楚 比如我带巴结兄弟们吃好吃的 捐点东西啥的 这些我用直播 广告 礼物 打扫 这些没有问题 大家喜欢看的是汤萌 我把钱花在汤萌身上 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呢 我不会把租房子 发工资 还有平时的花销 和网络上的钱挂钩 这笔之初 我玩不玩网络都得花 大家都说 我现在是给六个老板打工 没毛病啊 我涨粉主要是因为大智 还有风格 其实拍帐篷村 还有帮助别人的视频 涨粉不多吧 所以这么说一点毛病没有 现在呢 我反而觉得 都帮帮大智他们几个 是最应该的 大家可以把我们几个 当成小团队 我是投资方 他们是员工 也是合作创业的朋友 通过我们几个人的努力吧 如果以后能赚到钱了 那么 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会提高 还有个事 我得说一下 没有不尊重各位的原因 其实咱们粉丝里边 有太多的好心人了 我发一个视频 大家评论 要给东西 要给钱的 这些粉丝都不是随口说的 这些人是真想给啊 因为我从来也不收 任何捐款 捐物这些东西 我之前拍的视频 有很多人私信我的 要给帐篷村啊 大智啊 包括要给亚瑟大哥钱 有一个抹挂视频的大哥 说要给我转五万块钱 让我多帮帮霸姐兄弟 还有 我上次拍个 给大智买保安符的视频 第二天我一看 全都是让我发地址 要给大智买衣服的 粉丝都是好大哥好大姐 但是这些钱 我是真不敢收啊 不是说违法 也不是说有人会坑我 我怕我一收钱 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因为少了 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多了呢 我舍不舍得拿出去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一分不收 一个东西都不要 不给自己留这种 犯错误的机会 我不是说别人收有问题 我佩服他们 能从这种事情上 守住自己的本心 也是很厉害的 我只说说我自己啊 没经历过这种事 所以我不敢收 大家也别发这种私信了 我一概不回复 不是我看不起大家 我是怕大家以后看不起我 有人说 我帮助别人 不可能是无私的 肯定是为了名为了利 这个没收错 我也承认兄弟们 我这个年纪 说自己无欲无求 那就是诈骗 别说我这才帮了几个人 如果以后厉害了 我十倍百倍的去帮助别人 也可以啊 如果你能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成就了自己 那这种事 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干 做事 心存善念就行了 今天讲这个事 不是让所有人看了 都觉得我这个人有多好 我只希望 在有人说我不行的时候 有能理解我的兄弟姐妹们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巴基斯坦怎么了 我直播的时候不能讲 是因为有记者和新闻相关自制的人 可以去说 我不是专业的 分析的也不对 说了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但是呢 我可以说好自己的感受 我这个城市呢 是一个小城市 这几天呢 警察会经常过来 而且还让加了两个保安 和一些设施 虽然事上没有看到有什么 但是气氛上确实紧张了 本来计划呢 我是等这边开斋节的时候 我出去一趟 给他们放一个约的假 去其他的国家搞搞原材料 开斋节呢 是伊斯兰教非常重要的节日 全世界穆斯林呢 都很注重这个日子 现在看形势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带到那个时间 好了 下期见兄弟们 拜拜